好,那第一个部分的话,各位可以看到这个页面设计部分,总共有五个页面,所以如果像这个这个范例里面,第一阶段就是新增,我想第一个一定要先新增一个网页,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,就新增一个网站,比如说这个范例叫什么,普里foodmap,对不对,那如果将来你要改的话,你可以自己把它改成比如说,就是不一定要普里啦,叫什么,my,my,my,foodmap, 就是我的,就是有关那个吃方面的这个地图,或者不一定是吃啊,你可能不是想要做吃的,你可能想要做什么,做玩的,哪些景点比较好玩,或者是说其他的,其他的相关用途都可以啦,那当然总共会有几个页面,我刚刚讲过,第一个,就是如果地图的话是这个页面,home的话呢,就是this view, this play是显示那个主页,对不对,那new的话是新增,edit notes就是修改,那里面的话呢,我们会有一些,这个画面,那我们逐步来看一下,总共五个页面嘛,所以前面有讲过嘛,第一个,新增一个网页,有没有,那一定是什么,一定要是htmify,这个第一个,应该没问题吧,前面有做过了, 第二个的话呢,就是插入页面,插入页面记得在body跟body之间,有没有,插入页面,那这个部分的话,其实你们等一下也可以练习一下,就是说,同样模拟一下,就是说,这个地方你可以,那不过你可以把什么,这个哦,我看把index按右键好了,把它怎么样,重新再命名一下,或者点两下一下,点一下也可以,这个我习惯是把index改成old, 就是原来的那一个,然后把它更新一下,那这个时候的话,你可以练习,就是说,再到这边开一个新的档案,那这边改成什么,改成htmify,按新建立,建立之后的话,先把它save一下,把它储存,那储存的名称的话呢,就是叫什么index,这个好了,把它改一下名称,点htm,这个是我们新的,那你可以参考那个 就是原来这一个,去做相关的练习,那第二个的话呢,就插入什么,插入总共五个页面,那五个页面,特别注意一下,这五个页面里面呢,这个五个页面,它到底要不要页首,跟,就是说,它不是有个页首,然后中间content内容,跟一个底下的这个footer,所以第一页,特别是要全部都要有,头、中、尾都要有,第一个页面,第二个页面的话,头、中、尾, 三个都要有,头、中、尾,三个都有,那这个是头,没有尾,这个地方没有尾,然后这个有头,没有尾,OK,所以呢,基本上这五个页面,做出来大概就是类似像我刚刚讲的,也就是说,我们在这边插入页面,那页面名称,页面先插入,按确定,那第一个名称的话呢,你就是叫做那个什么,叫做Map, Map,这叫做Map,MapPage,所以加一个Map,MapPage,所以这边的话,分别加入一个叫MapPage,OK,然后呢,有页首跟页尾,第一个,按确定,第二个的话,一样的方式,在插入,那分别这个叫做Home,也是有页首跟页尾,然后再来就是一个Display,特别注意哦,插入的点很重要,因为我看之前有同学, 插入的习惯,就直接再插入了,那就完蛋了,因为它页面里面有页面,不行,记得,这边多按几下Enter,没关系,在body的上面,这边空白的地方点一下,那这边的话呢,再加上一个Display,确定,然后再移到下面哦,记得这个动作很重要,再插入页面,这边的话,